药师法门谈梦境对人的指示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很多人学佛后 很热忠于谈感应 比如天边出现了彩虹 出现了佛光 其实 这个感应就是人和天的感应 记得呀 只要是人都有相关的感应 比如你预期很久了要做一个事情 你看看天的情况 就知道了事情的层次 人和天存在感应 自然 你跟佛菩萨也存在感应 现在要谈的是第二个感应 就是梦中的感应 如果你修很久了 身心很清静时 很容易感知到 包括你身体的状况 包括业障 但梦中就能给你一些指示 许多佛经都有讲到 业障清静时的情景 比如梦到佛国净土 在梦里很愉悦 或者你梦陷自己吐出黑雾 拉出黑雾 这都是转化色深的方式 唐朝的尊士灌顶大士 他就梦陷观音菩萨给他嘴巴 拉出了鸡条虫子 然后倒给他干露 他喝了干露后 醒来声音变得很洪亮 法相也一天天的改变 这也是一种感应 其他法门一般都告诉你 不要直住这些梦境 但要施法门则可以通过梦境 给你一些启发 就是知道自己清静了多少 智慧开发了多少 这个是梦境给你的启发 如果梦陷自己吃了脏东西 就代表业障来了 唐朝有个僧人 生病时梦陷一只猫 跑到他肚子里去 醒来后感觉很爱吃鱼 他知道是业障 就虔诚的宋仆门品 后来吐出了黑雾后 他的病就好了 这就是梦境的启发 但告诉诸位 遇到好的梦境 不要太直住 哪怕遇到佛给你磨顶兽计 你也不要直住 一直住就住磨 是好梦境就当作善境界 坏的境界 就要好好忏悔 这个是梦的指示作用 如果你刚入佛门 可以直住一些感应 但你开始修行时 千万不要直住 现在很多佛子 拿住相机对住空中拍 希望能拍到法轮 拍到阴影 甚至来拍到鬼 来证明法会的书胜 我想 大可不必 而且你越直住 越糟糕 有的人说 阿弥陀佛梦中给我讲了什么呢 给我指点什么 都不要太过直住这些 一直住就容易有魔障 在修要施法门时 你会感知自己 不仅通过梦 通过看圣像 也知道自己积分业障 比如有的人拜舍利 看到舍利是黑色的 就是有业障了 一直拜 一直忏悔 黑色舍利也会变化 变成放光 虚云老和尚在阿玉王寺拜舍利 就是拜到看舍利子放光 再一个 你可以通过身体来感知 如果你一个人走路起来气喘 身体笨重 跟你说 这就是业障 我常感慨 现在人医报越来越好 正报越来越差 医报就是周围环境 走不动 可以坐车 爬不动 可以坐缆车 怕热可以吹空掉 爬冷 开暖气 就是医报越来越好 但正报越来越差了 就是身体越来越差 年轻人爬山也爬不动 要坐缆车 这就是正报差了 这一点应该反思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 下滑线74C343100102 vww7.htm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